Denis Rodman 是什麼樣子的傢伙 我們今天要討論Denis Rodman Denis Rodman 大家可能對他的印象應該在公牛隊的時代 特別年輕的小朋友們可能對他 在活賽隊的時代沒有什麼真正的記憶 可是呢 你要記得Denis Rodman的時候可能就在後半段了 他已經有奇特的 髮型 然後呢有 數不完的刺青 鼻環胸環什麼都有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Denis Rodman呢 應該是他自己認為是他真實的自己 那在他的職業生涯裡面呢 五次的NBA總冠軍 兩次的年度最佳防守球員 連續七年的籃板王 那我們現在在講他的個人的成就的時候 你有一件事情 是絕對不能忘記的 那就是平均職業生涯 13.1個個人的籃板 那這些都是他打籃球的時候厲害的一個地方 那除了他的籃板的能力超強之外呢 他也在防守面 會讓對方十分的頭痛 兩度的年度最佳防守球員當時他說 我可以從一號手到五號 我是相信他的 那Denis Rodman呢 他的籃球生涯不是一直都走得這麼的順 最主要的原因呢 也是呢 他在小時候他的父親把他生下以後就 有點閃人了 那所以把他跟他 留給他媽媽 那他跟他媽媽呢還有兩個姊姊 他兩個姊姊打籃球 哇那沒話說 這兩個姊姊呢 在一個在Louisiana Tech 另外在 Steven F. Austin University呢 這兩個人 都是全美的明星球員 而且呢 去Louisiana Tech的那個姊姊 還拿過兩次的NCW的總冠軍 所以呢 在高中時代Denis Rodman的日子並沒有特別的好過 因為 他們的籃球教練呢 在想 哇你姊姊被我教的 他們這麼的厲害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Denis Rodman呢 一年級的時候高一 五尺六寸 那你可能會想哇是不是後來找到六尺七打高中籃球特別厲害 沒有 他高中畢業的時候 五尺十一吋 五尺十吋左右 連 一百八十公分都不到 所以呢 基本上來說在高中的 籃球 是一片空白 他也去試了美式足球 也被刷掉 那 再加上呢 他的家庭 就是一群女生非常強勢的家庭 所以 他長大的過程 就是變成非常的安靜 內向 沒有任何的自信心 那沒有 一個父親在家裡教他是非常的困難 可是他父親在幹什麼呢 他父親本來是在美國空軍做事 後來移民到 移民啊 搬家搬到了菲律賓去 據他自己講 Dennis Rahman 在他搬去菲律賓然後在這之前中間的過程 應該有 26個 到 28個兄弟姐妹 喔 Dennis Rahman的父親 真的是太猛了 Dennis Rahman自己在自己的書敘述過 我可能有47個兄弟姐妹 所以他的父親呢可能沒有什麼別的事情 就除了工作之外呢就都到處去跟別的女生生小孩 所以Dennis Rahman 應該有很多兄弟姐妹 不過這不重要 在沒有父親的 教導跟領導之下他的母親跟 姊姊們呢 非常的強勢 他就一直沒有信心 所以高中畢業的時候呢 他就投入職場 他做什麼呢 他在 達拉斯機場 就是Fort Worth Airport 做 清潔工 而且是做大業班 他在做大業班當清潔工的過程當中呢 居然從5尺11吋長到6尺7吋 所以 原來一個矮個子 很積極 可是身高體型瘦碩的一個年輕人 在大一的時候呢 他去打工 變成6尺7吋 所以後來他就加入了 在這附近的 Cook County College 在Cook County College 第一年呢 平均拿下 19.6分跟 13.6個籃板 所以呢 後來他就轉學了 到了一個NC NAIA的學校 在NAIA的學校裡面呢 連續三年呢 都是 All American 而且籃板的數字是不可思議的高 那可能NAIA的球員要打進NBA困難度也是高一點 那雖然之前也有很多的例子有這樣子的 成熟而且成功的案例 可是Dennis Rahman這麼晚才發育這麼晚才開始 是不是就有一點 吃力一點 所以他去參加了 當年 大肆學生才能參加的 這個Portmouth Invitation 就是專門給這些大肆的學生呢 去打籃球 然後給NBA的球探來看 那那一年呢 他在Portmouth Invitation裡面 拿下了MVP 所以得到以特律活塞隊的信賴 所以就進入了活塞隊 嘿嘿 不錯 雖然在活塞隊過程當中呢 一直都是打team 可是呢 一直到了 應該是91年吧 他才真正慢慢成為一個 有一些全職的先發 那一打到全職先發的時候馬上就是年度這家防守球員 而且籃板的數字大幅的提升 這完全增加他個人的價值 可是 他的人生 有因此而變得更好嗎 沒有 他在他自己的book Badest Wannabe 裡面 所敘述到了 在他在活塞隊的 應該是93年那一年嘛 他有一天 就是 非常非常的失意 心情非常的低落 然後 他拿了一把 Rifle 就是大概這種 獵槍嘛 然後 想把 他住在他身體的那個假貨給直接殺掉 意思就說他要自殺就對了 他回想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他覺得非常的可怕 所以 所以即使 他的成績是不錯的 可是他的人生好像還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救贖 那 真正的救贖是什麼時候呢 接下來 他雖然有一個龐大的 應該是三年一千多萬的合約吧 他仍然要求被交易 後來他就去了馬刺隊 到了馬刺隊以後呢 他就真正的釋放了自己 那那個時候呢 他就開始 在球季的 第一個禮拜 就有了金頭髮 然後在這個球季裡面他有金頭髮 藍頭髮 紫頭髮 紅頭髮 各式各樣的髮型 然後刺青越刺越多 鼻環越定越多 那 這樣子的一個behavior 對於馬刺來看雖然那年他們也贏了五十出場比賽 可是去隔年呢 他跟管理階層非常的 處不理想 那後來呢 又被交易走了 馬刺很高興的把他丟給了公牛 哈哈公牛是更高興 因為呢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呢 Dennis Robin在籃板跟防守 讓對方的大前鋒呢 跟他吵架跟他打架 的次數是越來越明顯的多 也讓公牛呢 可以維持他們連霸三年的王朝 可是他的私生活絲毫沒有改變 因為是大膽 狂放 他在新書發表的時候 穿了 結婚的不是禮服 是結婚的婚紗 去發表他的新書 那在交女朋友方面 更是不慌多讓 他跟Madonna交往了 幾乎三個月 然後呢又跟Call My Electra交往 那這些呢都是在 演藝界 藝人界 非常有名的女性 那另外呢 Dennis Robin在不打球的時候 還加入了職業摔角 他當時呢跟Hulk Hogan一隊 去跟The Dragon Tag Team 然後呢又演出了幾部電影 其中包括跟Jean-Claude Van Damme 一起演的Double Team 包夾 還有呢 他自己 自己當主角 演了一部電影叫 Simon Says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 那然後呢到了2012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為什麼要講呢 因為他加入了 一個團體 那他們來台灣 打了一個明星賽的表演賽 那那個比賽是我辦的 所以 我非常的幸運可以接待到他 可是他來到台灣的時候他心情的起伏 是非常大的 因為他在2012年在菲律賓 比賽 因為他來台灣之前先去了菲律賓 他在比賽的時候 他的 爸爸去看他比賽 我還記得當時 他給我看了一個影片 就是他爸爸在那個觀眾席 對他站起來舉個手 然後他就在 球員席 對他爸爸舉了一個手 然後 隔天晚上來到台灣 然後我負責接待他 然後 我們就 從吃完飯 到坐下來聊天 到小喝 一直到凌晨8點 他中間大概哭了三個小時 他說我的情緒真的非常的 起伏很大 那 在這個時候我也感受到Dennis Robin 雖然他已經在職業的賽場裡面有這麼多的成就 可是他的內心 仍然是空虛的 是脆弱的 是 不能說渺小 是 很容易被影響到的 一個情緒 那到了2013年的時候呢 Dennis Robin 跑去了北韓 去拜訪 金正恩 他的 Friend for life 當時他有傳簡訊給我 Kennie 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說 我去可能不太適合 他是你的好朋友還是你去好了 我沒有任何的歧視的味道 只是就說呢 這個 要去 北韓當時他們的 理論 是 要讓一個 可能跟美國沒有任何聯繫 沒有任何溝通 感覺起來還是敵對的一個國家 然後呢 由他可以帶籃球進去 開始一些對話 讓兩個文化不要這麼的衝突 我覺得Dennis Robin呢 在很多方面 他的心情跟他的想法 是非常的單純的 他的情緒 是難以管理的 可是 無可厚非的一件事情 雖然在那一次Dennis Robin來打球的時候已經非常的老邁了 可是 他仍然有 拼搶籃板的能力 以及可能是現代籃球史上的 最可怕的籃板選手 好啦 Dennis Robin的故事其實很多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為止 下一次呢 有更多Dennis Robin的話題呢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們一起來跟我們進行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呼